我現在回答問題是為何人病不得醫治 有些人在祈禱,為何不病不得醫治 其實有些是我們可以看到的原因 例如那人在聚中,耶穌說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厲害 有些人是邪靈的問題沒有處理好 情緒問題沒有處理好 食物,照顧身體,睡眠,這些都會造成身體不好 另外,聚會的醫治很強,這就是聖靈因高 強烈的聖靈因高是長時間的 你自己都停留在強烈的聖靈因高 如果參加聚會也有強烈的聖靈因高 的確是會帶來醫治的 是可以一下子很大的醫治 這是很有幫助的 好了,至於說好像每樣都做完 依然有這些問題 有些是我們人不能夠知道 聖靈也有講到,加勒太書寶萊有講到 他說我初次傳福音給你們,是因為他自己有病 然後他又講到提摩太,因為你類似患病 可以省眉弄走 他又講到以巴伏提差不多病到死 聖靈也有講到不同的人物 其實他們本身都跟神的關係好 或者跟寶羅一起 寶羅這麼大的醫治能力 而他自己都有病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我就會覺得 不要說有病一定是有罪 或者一定有什麼問題 當然如果我們有罪有問題 我們是要處理的 但是當有病的時候 第一,我的心態就是接受人可以有病 因為人類有犯罪 所以會有病的問題 人類也有以往我們所犯的罪 都可以有影響力 即是對身體也有了破壞 或者壓力 這些都可以造成我們裏面的問題 但是心裡一相信 神總有祂的奇妙計劃 譬如我自己也有想過 如果有一天有大病 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就是很擔心 很憂慮、不開心 或者懷怨 這樣肯定不會有幫助 但如果在這個病的時候 我依然說 神愛我、神祝福我 我可以興省、我可以平安喜樂 那我也是這個時間 給我的時間祝食耶穌 越祝食耶穌,醫治越多 在這種情況 起碼我不會令到病情加重 也都神可以透過這些 來醫治我身體 在我們所見到的人類 譬如宋常哲 是帶來中國很大的復興 但他自己是病死的 蔡蘇娟暗室之後 他病了很多年 但他影響很多人 這也是我們很難以明白 但的確是有這種事情 所以我自己覺得 重點不是放在病 或者可以不可以醫治 重點是放在神愛我 我可以 什麼時候都好 我都相信神在愛我 就算我有病 也要神愛我 我知道神有奇妙計劃 包括在我病的時候 也有奇妙計劃 他都可以 在我病的時候 就算我繼續有病 譬如 戴德先生曾經 因為有癱悶的情況 回到英國 反而那段時間 他帶領更多人做宣教師 神可以使用我們疾病的時候 神不是想人有疾病 不過當人有疾病的時候 神可以使用疾病 祝福人 總之我心信 我在神的愛中 所以我有病 我都不介意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心態 我有困難 有人對我不好 不要緊 我有愛就足夠的 這種心態會影響我們 同時也在正面 興省 喜樂的狀態 也可以帶來更大的醫治 我曾經聽過 有一個在Toronto Blessing 一個很重要的律師 他都說 我曾經看過一些人 病醫治很厲害 但我有些人 我為他祈禱 總是不得醫治 我沒辦法能夠明白 我們就接受 不要緊 神也是在愛他 我們就是 反而帶領他更加愛神 在疾病都不要緊 都信靠神 如果人有這種心 那種信心更為寶貴 我自己很認同神的醫治 因為我都親自見到很多人的醫治 但我同時也相信神給我們的藥物 還有一些治療的方式 我都覺得是好的 例如適量的運動 適量的按摩 我們幫助身體的血液循環 我都覺得是可以一起用的 有很多人 譬如肌肉很緊 都是因為他的壓力 所以我都說 這件事可以一步步處理到 譬如我曾經試過 我自己試過頸痛得很厲害 我全身有很多關節都會痛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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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神可以醫治 我都覺得是神可以醫治 其中一點很重要 就是在病的時候 處理我們的情緒 不要讓他失控的情緒影響 這是人之常情 病是沒有人喜歡的 人都會很容易不開心 但不開心只會更加嚴重 所以處理不開心的情緒 就是一定要有人 由這種 我非常信任神 神是很好的 祂一定祝福我 不是神讓我病 而是神在疾病中 他都是定義祝福我的 這種心 就算有多困難都好 心都會平穩安靜 這就會加點我們的力量 和情緒穩定 而且個人是會好不到的 如果說健康 其實我整體來說 我是很健康 但我都發覺 我的關節已經不同 以前 一定有分別的 我都可以受傷 但我越受傷 後果越不好 我就更加 經常都用正面 經常都是想正面 這會幫我自己 的情緒和睡覺更加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